2016年 台湾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是31.5岁 工作压力加上普遍晚婚 让怀孕生子这件事 成为许多现代夫妻烦恼的难题 而动卵技术 可以预留健康的卵子 吸引许多女性网友的讨论 年纪越大 卵子数量会越来越少 品质也会开始变差哦 超过35岁 还没有生子计划 就可以考虑做动卵 年轻卵子就算冷冻好几年 品质还是会比高龄的新鲜卵子好哦 我现在42岁了 在35岁就先做了动卵 动卵的时候 医生会先照阴道超音波 抽血 检测身体的AMH值 评估卵潮健康状况 再做后续的取卵手续 最近和老公就打算把动卵取出 做人工受孕 希望可以一切顺利 女性35岁后 卵潮功能会明显衰退 医师建议30到40岁是动卵最适合的年龄 另外身体的AMH值 也可以评估卵潮年龄还有健康 作为取卵次数的参考 不过动卵前要注意些什么 费用又是多少 我们请台北荣总的李欣扬医师 来为我们解答 知道不抽烟不喝酒 然后吃素的运动 卵潮功能不好的人 可以朝阴吃一点 DHDA 增加它能够取得卵的数 费用大概从打盘子 到取卵 到冷冻卵子的炒财费 跟炒作费用等等 全部加起来是10到12万之间 保管费大概是今年几万块 国家法律规定可以保存10年 因为现在冷冻解冻技术都很好 卵子冷冻解冻成功率到191万 所以说冷冻解冻 并会强到卵子的品质 年龄的印象还是最大的